香港真是boxed in 被這個四方框劃死了 只有這麼多地方 政府就想大嶼山的中間那裏填 因為我們沒有能走出的框框 填來填去到這個四方框裏面 遇到很多困難 有朋友告訴我 譬如說 港珠澳大橋也有一個人工島 是內地填的 它是大概2平方米 即是200公頃 是花了20億 如果是內地幫我們填 2千公頃是200億 當然你還要做其他環境 有很多要做 但可能用內地的方法做快 比我們便宜 成本效益高過我們很多 所以我和一些學者研究 就覺得可以想一下這個叫貴山島 這個貴山島其實現在是珠海市的島 本身都780公頃 即是再填大一點很容易 就算未填大距連接大嶼山島 4.8公里 很近 如果你填大之後 整條橋幾分鐘就多了 到大嶼南 如果香港特區政府 有2千公頃地握手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將貨櫃碼頭搬去 可以將我們的懲教設施搬去 釋放很多土地 甚至香港製的警察後面都可以搬去 不單是解決香港土地短短那麼簡單 簡直是促進融合大灣區 以及嘗試新的發展模式 真正的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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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